你的前面有一枚地雷 你不小心踩了上去 结果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因为这是一枚反坦克地雷 这种地雷需要150千克以上的压力才能触发 你继续往前走 这次踩到了一枚反步兵地雷 地雷的压盖将压力传递给压杆 压杆下降 即真脱离突台的限制 引爆起爆管 接而引爆主装要地雷爆炸 这下完蛋了 我被炸飞了 剩下的队友继续前进 前面有一枚跳雷 当士兵踩到半线以后 炸药将跳雷弹到空中 然后爆炸 爆炸将大量的钢珠射向四周 士兵被打成了筛子 剩下的队友用金属探测器前进 不过他的面前是一枚木盒子地雷 金属探测器根本探测不到 当士兵触碰半线后 急针撞击雷管 雷管引爆炸药 士兵被炸飞了 剩下的士兵非常谨慎地前进 没想到前面有一枚扩建地雷 一名士兵不小心触发了半线 C4炸药爆炸 推动800颗钢珠向前飞行 八两人士兵打死了 剩下的士兵不敢再前进了 于是前辉官用枪威胁他们前进 没有办法只能往前 结果前面有一枚子弹雷 这种地雷的主体是一枚子弹 外部包裹着由竹子制成的套筒 周围用途填满 底部是一块木板 中间有一枚铁钉 用来引爆敌火 顶部也有一块木板 用来更好的受力 当士兵踩在地雷上时 顶部的木板整体下移 逼迫子弹也向下移动 直到铁钉碰上敌火 子弹发射将士兵的脚射穿 他倒在地上哀嚎着 一名士兵因为恐惧而逃跑 被指挥官当出枪力 士兵们都很震惊面面相去 就在这时 敌人突然进攻 将指挥官爆头 剩下的士兵躲起来开枪 结果万万没想到 使用的弹侠也是鬼类 这种弹侠上半部分 是正常的下半部分是 TNT炸药 开几枪后 就会引爆炸药 又有一名士兵被炸死了 最后几名士兵士气崩溃 举手投降了 他们在敌人的命令下往前走 不巧的是 前面正好是有军之前布设的蝴蝶雷 散落在草地里 根本看不见 一名士兵踩中了他 被炸烂了脚 敌人觉得伤兵很麻烦 所以打死了他 剩下的士兵坐上了卡车 向着来的地方行驶 这下 终于结束了 别忘了 前面还有一枚反坦克地雷呢 车轮的重量触发了地雷的引信 地雷爆炸 将车上的人全部炸死